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画廊 画廊起来以后很快的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循环 一个艺术家他关键是要在画廊做展览 画廊做展览 关键是第一天看电视 第一天开幕式是否成功 关键是墙上有不好红点 也就意味着来什么人 死后来什么人呢 不重要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圈子 画廊固定了藏家 艺术家 那么艺术家的作品究竟创作给谁呢 既然你为了商业可以理解 然后就给了画廊 画了就给了藏家 藏家藏起来就不出来了 那么他跟公众没有见面机会 对 公众脱节了 所以就开始出现了战后开始出现了一种这样的青山 反抗这种自己的圈子的一个展览 比如说行为艺术 不许 收藏或者我创作的艺术是不能被收藏的 是吧 行为艺术如何收藏呢 大家我们今天知道可以收藏行为艺术 不过它转变成影视作品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照片或者视频 于是在影像问题 而且这种体制画廊是一个方面 它是给藏家看的 那么还有美术馆和博物馆 于是就开始提升 那么一个艺术家的成功 必须在博物馆或者美术馆 专门的展览中 那么他跟公众见面机会就肯定越来越超过画廊 不一定男人都要收藏吧 对对对 所以才出现了前面说过的 艾迪沃霍的那个波罗克的河 嗯 班军群 丹托于是提出 上次说过了 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面临一个解释的困难 嗯 就是怎么样定义艺术 之前的定义无效 对 因为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为什么艾迪沃霍把这个河者班军纳 他这叫艺术品 而李班军纳不叫艺术品呢 对 就是丹托他说1964年是一个中介是指这个意思 然后他重新定义 重新定义的结果呢 其实引起更大的争论 就是提字 嗯 就是说首先艺术 是一个现场 嗯 但是这个现场不是随便的现场 嗯 不是你我在街上画个地方正在现场 不是的 嗯 他必须是铺馆 对 必须在美术馆 对 必须在一些专门的场所 对 他必须有测展人 对 必须有等等等等等等一系列 这是一个场所 然后场所背后是个体质 对 然后当时定义了这个场所就叫做白立方 对 好像现在的画廊一样 他是空白墙一定是没有装饰的很干净的 对 对 然后是任何作品能够放进去他都会有效的 而不是说 啊 可能 在皇宫里面你放个古典的油画 他成立 你放个一个当代的就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 对 这样一来呢 这个定义似乎很新鲜 或者很有前瞻性 很前卫性 要解决了新的问题 但是 其实我觉得他没有解决问题 嗯 为什么没有解决问题呢 你发现没有 一旦这样的结论成立了 艺术家的努力就改变了 对对 梵高的神话就更加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 嗯 当然我们今天已经不再不再相信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是为了后面的后来者画画的 甚至不会被承认的是大众相信的神话 嗯 其实基本上 但像您之前说 梵高一听说自己的作品只是卖了四百法郎 他就七分的自杀 那也证明反过来也是证明他 他也考虑这个问题啊 哦 但是如果说这个单独的结论成立了以后 你就发现没有 艺术家们他们最重要的工作 嗯 就是如何进入这个体制 所以我曾经开玩笑有一个朋友问我啊 他 不是搞当代艺术 但是他很好奇 嗯 他也很不服气 你当代艺术这么二七八糟 怎么就成立了就问我 你能不能跟我简单介绍一下 嗯 当代艺术是什么 我知道我解释不了 嗯 因为知识背景不一样 我解释也是明明 但是我想了一下我就跟他说 我说什么叫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是这样的 当代面前做了一个重要的策展人 你能否在五分钟之内 让他相信你很有独处 哈哈哈哈 如果你做不到 OK走到一边去 嗯 这样的话当代艺术成了一种 新鲜的公关术 啊 花众曲统的方式 对 艺术家的机率就要放进 如何让别人相信我是一个 可以进入体制的艺术家 那这个如何相信 就很麻烦 所以回头一想 啊留伙也没说错 啊 四五分钟出名 对 或者只出四五分钟的名 反正都一样 啊好 所以呢 就一定会有 按照我们所了解的这个艺术发展的 嗯 特点 就一定要有出现 对抗这个状况的新的样式 嗯 比如说我们讨论的大地艺术 嗯 大地艺术直接就 不仅拒绝被收藏 还拒绝被沾染 嗯 直接把场地就搬到 广阔的田野 对 搬到江河湖海 对 直接搬到外面去 而且体积大的让你吃惊 对对对对 对对 像啊 刚刚去世 对 的这个 克里斯托夫妇 克里斯托夫妇 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 对对 而且作品也是非常的感动 对 嗯 计划越想 他们计划越想越大 听说他们还提出过 想包装故宫什么 哦 是吗 听说我 好像对好像有这个 我不能完全确定 但是我好像听说过 他甚至向中国政府提出啊 包装故宫 中国肯定不能让他包装故宫啊 还有包长城是吧 嗯 包包长城 嗯 也没包 也没包成 反正徐斌跑去不是包 是跑去踏硬去 哈哈哈 踏硬大队 然后到美国去做了一个展展 叫鬼打鬼打 鬼打钱 徐斌那个可能他 不需要得到政府同意吧 他偷偷就搞定好了 哈哈 徐斌直接就去长城踏硬 对啊 他不需要通过政府 政府也没想过 这是一个艺术啊 他不是要找些人去踏硬吗 嗯 这好玩嘛 嗯 但是一个外国人就不同了 他要把目标说清楚 嗯 一说清楚目标 你反正做不了了 嗯 所以为什么呃 中国人只能在中国境内做艺术更方便 啊 都不知道啊 事后才知道啊 但也不一定只是中国吧 像他最早的一个作品 包括德国国会大厦 他也谈了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 30年吧 对谈了很长时间 具体的我要谈到 对啊 同意了是吧 对对对 一个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成名了 如果那一个不成功 可能就没有后面了 他把整个国会包起来 然后当然政府的开放度 还是这个这个中西有差别的 中西太有差别 因为 因为 对于西方来讲 可能这个艺术就是个艺术 嗯 对于我们来讲 可能我们会觉得艺术之外 有一些可能让人不安的倾向 对对对对 其实没有什么不安的倾向 对对对对 把国会包起来 包了以后大家觉得很新鲜 这个国会就给包起来了 对啊 然后呢包完以后 到不剪下来就可以拍卖了 嗯 所以其实收藏是有各种这样的 对照片也是 当时的照片 照片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大力艺术 它是对抗展览 对抗现场 然后就出现大力艺术 那么针对展示 这种前卫性的做法 其实还在拓展 嗯嗯 比如说把博物馆搬到大街上去 嗯 有一次我 在广州参加一个研讨会 有香港的 有台湾的 有中国的 是关于策展的 关于博物馆 那么有一个香港的一个 中联的大选老师 从事艺术 他就说 要把旺角变成美术馆 嗯 因为所有的物品和人物都是艺术品 嗯 然后这个我商量 能不能我带学生上来跟你们合作 我们把广州伊德陆变成美术馆 嗯 刚可以的 不过我估计手续比较麻烦吧 但是这是一个最前卫的做法 嗯 直接反美术馆 而其实你们如果稍微留意一下 丹拓那本 艺术中间之后的艺术 也谈到这个问题 嗯 就说 由于艺术的进程 人们进博物馆的 这种状态也在改变 嗯 一般情况下 对于普通人来讲 进博物馆是 仰望天才 嗯 对对对 朝拜经典 对对对 墙上挂的都是无一例外的 让我们感动的 一塌糊涂的 天才之处 嗯 我们来这也是学习的 嗯 来这也是增加修养的 这是古典时代 嗯 嗯 后来到了现代主义时代 我们来这也是看他们的天才发挥 嗯 嗯 我们也许 开始获得某种可能平视的眼光 对对对 艺术家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一个 我们所熟悉的人 对对 他们只是拿我们所熟悉的物品 比如说把波罗克的盒子搬进来 嗯 那么波罗克的盒子搬进来 他成的艺术品呢 是很令人震惊 嗯 但是打到这个震惊过了以后 你发现 这就是个普通的盒子 我们每天都见到盒子 嗯 安迪沃霍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每天不是看到 要把那一年梦录的美丽照片吗 嗯 把那四方式打印出来 对对 我们每天不是喝那个 各个可乐的罐头吗 嗯 把那商标打印出来 我们不是喝番茄酱吗 嗯 把番茄酱打印出来 是吧 其实安迪沃霍的意思就是 物品改变了场所 我们把它称之为艺术品 但物品是我们所熟悉的物品 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发现我们近来美术馆 已经不再是仰望经典和崇拜天真 嗯嗯 我们是忽然发现 我们通过这个展览来回归某种日常 对 震惊过去以后回归某种日常 对 而且让大众更有那种现场感 对 更有现场感 还有跟艺术家有现场互动的这种感受 虽然不是直接跟艺术家 而是跟作品有一个 对 这样的话就导致了第1个节目 但是单头说现在进入第3个节目 嗯 互动 对 刚刚你说到的互动 对对对对 就是我们近代美术馆不再是看墙上或者地上摆的作品 我们再看 不是了 我们进去以后 艺术家已经用某种方式要让你介入 嗯 当然今天这个电子时代的那种电子艺术就更多这样的一个介入 嗯 这样变得很花哨 但是至少是在70年代开始 对对对对 六七十年代 对对而且大地艺术很核心的概念 除了拒绝被缠砖 除了铁吉吉吉吉吉弹弓� drawing 除了铁吉吉吉弓弓弹ня 以外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创造一个大家共同介入的公共空间 对对对 对是吧 不仅变得朴实 而且你会发现你 其实也是也是一个作品 对 fellowship 或者说你其实介入作品当中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对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